开放室内用餐,并同时考虑在餐厅空调系统中使用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器,以帮助清除病毒。 另外,库默同时担心其他州份也可能将病毒带到纽约。 他早前连同新泽西州长莫菲以及康涅迪格州州长拉蒙特宣布旅游警示,来自高感染率州份的旅客需进行14天隔离。 现在,高感染率的州份已增至了16个。 新增的州份包括加州、乔治亚州、爱荷华州、爱达河州、路易三纳州、密西西比州、内华达州和田纳西州。 如果旅客被发现没有遵守隔离规定,政府将强制隔离,违规者也将被罚款。 纽约市长白慈豪周二宣布与市议会达成一项协议,批准一项881亿元的预算,当中包括削减纽约市井10亿元的资金。 白慈豪表示,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但非常富有成效的过程。 作为拟议预算的一部分,纽约市的医疗保健计划NYC Care将扩展到曼哈顿和皇后区,同时于受新冠打击严重的地区建立专门诊所,并向其新冠紧急食品分配计划Get Food NYC投入额外资金。 另外,市政府将通过削减和减少开支的组合,从市井部门中拨出10亿元。 他指出,这是把资源放在最需要的地方,尤其是针对年轻人。 削减警察预算的工作包括取消即将在7月份举行的新招募班,大幅减少加班费,以及减少了合同和非人事费用。 削减的资金中,约有4.3亿元将重新分配给受新冠危机打击最严重的社区内的夏季青年计划、教育以及家庭和社会服务。 另有将近5.37亿元的资金,也从市井部门转移到了市房屋管理局和市公园部门的青年休闲中心,以及为政府楼域家庭创建广泛的互联网服务。 周二较早时候,市政厅外有占领市政厅的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呼吁削减警局预算。 大都会运输署宣布,从周二开始在地铁站安装个人防护设备的自动贩卖机,乘客可以购买可重复使用的口罩和免洗手液。 除了口罩和免洗手液之外,个人防护设备自动贩卖机还提供手套和消毒湿机,并在10个地铁站推出。 主要在曼哈顿,市交通局临时主席菲恩伯格在一份声明中说,全国新冠案件的增加表明,对保持使用口罩和其他个人防护设备的警惕是多么重要。 他指出,希望尽可能的方便没有佩戴口罩的顾客,以便他们乘坐地铁。 而且佩戴口罩也是客户保护自己和周围的人重要的一件事。 乘客也被要求佩戴。 目前,12台自动贩卖机于室内的10个地铁站内推出,包括曼哈顿的先驱广场、时报广场、宾州车站、零和广场、42街的港口管理局巴士总站以及哥伦布远环。 在曼哈顿区外,皇后区的74街罗斯福大道以及布鲁克林的大西洋大道巴克莱中心车站也安装了自动贩卖机。 除了个人防护设备和自动贩卖机之外,大都会运输署也将于巴士上安装有机玻璃和塑料窗帘,以保护司机以及乘客。 MTA目前计划于8月份恢复前门登车以及收费,但尚未有确切日期。 巴士的总负责人西普里亚诺周二表示,官方希望从7月或者8月开始,在4200辆巴士上安装有机玻璃隔板,每块价值约1500元,并预计将在秋天完成。 他指出,到8月底,另外的600辆巴士和1000辆快速巴士将安装塑料窗帘,每辆巴士的安装成本为300至500元。 西普里亚诺表示,这是一个近期解决方案,他们还在研究其他长期的解决方案。 其中一个方案是与巴士制造商合作,设立一个全封闭的巴士司机制,但他表示,这将会是巴士的新设计,短期之内不会发生。 当被问及是否会允许乘客在没有分割板的情况之下恢复前门登车。 西普里亚诺只回答道,他们正在进行非常积极的部署,竭尽所能地为司机提供适当的保护。 自3月23日以来,纽约市的巴士一直提供免费服务,同时容许乘客于后门登车,以防止巴士司机感染新冠病毒。 自3月23日以来,纽约市的巴士司机制造商合作,设立一个人的巴士司机制造商合作,设立一个人的巴士司机制造商合作。